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站住 过去吧 今天叫你们来 是有件事情要告诉大家 这些年 我和兄弟们一起打下了忠义堂 靠的是情义二字 如今日本人在天津 是日益猖獗 弟兄们都知道 我唐四最恨的就是日本人 所以我再强调一遍 我忠义堂上上下下 所有的弟兄 都不能和日本人有来往 如果让我唐四知道了 有谁犯了邦规破了戒 别怪我不讲兄弟情义 就是天王老子 我也绝不放过 让你走 他就不想和我 实际上是无罪 走 他们也好 他就不想和他们 走 我 weirdo 我你知道 我没人 你不想和她 我一直想和你 满意 都不想和你 是吗 四爺的话 谁敢不听 谁都不准和日本人有来往 明白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加藤先生 保险箱被盗了 加藤先生 闯进来的人翻过围墙跑了 情报和卷轴被盗了 追 惠子 跟着他们去 站住 混合 抑 撒 撒 呱 不 不 启 毙 赢 停 工 即 炸 无 分头追 在车上追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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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驾 加登先生 此人实在是太狡猾了 我没有抓住他 混蛋 都是属下师之人 加登先生 他怎么能够知道 保险柜的所在之处呢 他一定是地下党 只有地下党 他有如此缜密的计划 好 好 好 这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啊 念生 师父 你们去看看 是 我们去那边 去看看 快 快 怎么伤得这么严重 去拿水 是 师父 去把疗伤药拿来 是 水 师父 喝水 师父 好 加登先生 那个小子逃往明光寺 惠子小姐正在带人追赶 明光寺 是 亲致问全 立即召集所有人手 带上武器 跟我杀上明光寺 方丈 我有重要的东西 要交给你 请 允僧图残图 怎么会在你这儿 对 我是在日本人的办公室 发现的 看来加登浩二 回到天津了 都过去二十多年了 他还想找会 剩下的残图 父亲 那个人逃向了明光寺 里面暗藏无数高手 是 把他们拦住 是 此理不宜交流 跟我来 是 我们去那边 念生 你赶紧护送李先生 从后山离开 不 师父 我不走 念生 你一定要护送好李先生 保护好云松图 无论如何 不能让图落到日本人手里 这儿 剩下来 还好 乌维庸 没想到你躲到这里了 怪不得我到处找不到你 时隔二十多年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二十五年了 你杀人成性的性格还是没有变 可是你变了 变得胆子小了 把人交出来 我就放你一条生路 他既然来到这里 那就是与佛有缘 希望你放下屠刀 不要再网造杀孽 杀孽 世间本无好坏优劣之分 真正的好坏优劣 是世人的眼睛 正所谓闭上双目 世界便相同 世界相不相同 早晚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生死自有定数 都是前世修的福报 你若不知好歹 就别怪我不客气 施主请便吧 聂生 快 聂生 快 快走 师父他们现在太危险了 我得回去救他们 聂生 当务之急 我们要把云松土 和情报给送出去 你别劝我了 师父对我的养育之恩 无念是莫齿难忘 倘若我未能苟活于世 将师父的生死支支度外 那才是大逆不道 聂生 记得吧 我为师父再三叮嘱你 无论如何也不能回去 你知道吗 你现在回去 就是等于送死了 我不管 聂生 聂生 聂先生 来 我背你吧 赶紧找个隐蔽的地方 我 我有话跟你说 好 我背你 我们去那边 好 你没事吧 你休息一会儿 我去帮你找大夫 聂生 你听我说 你背着我 咱们两个谁也走不了 这个情报 关系到 天津卫 乃至整个华北的存亡 你一定要记住 这个包里面有一顶帽子 明天中午 你赶到永兴码头 帽子里的纸条 会告诉你怎么做 如果你没有找到要找的人 后天尘世 你赶到 福美路 福美路的福运茶楼 记住了吗 那里自会有人跟你联系 聂生 我还要告诉你 你不是谷儿 你父亲就拜赵人 当年为了守护云松头 和你母亲一起 惨死在家庭浩尔的手中 我不是谷儿 你们还有多少事情 埋着我 聂生 时间紧迫 我不能告诉你太多 可眼前大抵当前 你守住的云松头 也是一部分残土 你一定要找到其余的部分 作为中国人的后代 你有责任 保护好民族的财产 绝不能让它落入外人之手 你记住了吗 如果 我有心还活着 明天中午 咱们马头见 李先生 快走 快走 你快走啊 快走 在那边 追 在那 快 把云松图交出来 李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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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里面请 四爷 您这儿还有事 那我们先走了 好 乡叔 您忙 您忙 四爷 这是玉才小学的田校长 这就是我们忠义堂的四爷 四爷 田校长 坐 来 请坐 田校长 找我所为何事 是 是这样 他们学校啊 来了一批贫困的农村孩子 宿舍不够住了 想借咱们码头的一块地 盖宿舍哟 这个好办 乡叔 把二十九号仓库 给田校长腾出来 看够不够用 知道了 我马上安排 真是麻烦四爷了 不用客气 田校长办学救国 世人皆知 我唐老四能为田校长尽点微薄之力 也是我们忠义堂的荣幸啊 小叔 拿三百块大洋 给田校长作为盖宿舍的费用 好 四爷 我先谢谢您了 四爷您先忙 我就不打扰您了 先告辞了 恕不远送 小叔 带我送一下 这边请 这不是田校长吗 最近怎么样啊 哦 这两天我会去学校拜访您的 请 腾四爷 不愧是明镇金门的老大 真是气度不凡呐 真是气度不凡呐 有什么话就直说 好 那我就直说了 我们黑龙会过两天 会有一批货运到天津港 到时候想借唐四爷的码头一用 不进 你信不信我一枪打死你 这是我的地盘 你滚出去 加藤先生 天津城内有几处地下网的据点 非常不寻常 不过我已经派人蹲守 可是大部分都已经人群镂空 唯有永兴码头还有不寻常的人 进进出出 难道作战计划得手 地下党想撤出天津 这个不太可能 我已经在永兴码头 布下了天罗地网 他们有天大的本事 插翅也难飞 昨天和我交手的那个年轻人 功夫了得 情报会不会在他手上 你还记得此人的长相吗 记得 如果情报在他身上 明天他一定会将情报送出 你们盯好码头 此人一旦现身 杀 是 念双 我还要告诉你 你不是孤儿 你的父亲 叫白诏人 当初为了守护云松土 和你母亲一起 惨死在家堂浩二的手中 恨死在家堂浩二 你杀了我的父母 现在又杀了我的师父 我一定要你血债血偿 不报刺仇 是不为人 李先生放心 我会照你骄傲的去做 明天中午去永兴马头 把情报送出去 走走走 我会照的 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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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看 你看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码头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也敢胡来 要有这些寻补房是干嘛用的呀 听听的日本人很多吗 是啊 最近特别多 他们可嚣张了 可恶的日本人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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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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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告诉你 谁敢在这儿闹事 都给我抓回去 这条队 插出那个开枪的 开枪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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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 别跑 這 怎么办呀 还愣着干嘛 追啊 没事 走走走 走走走 难道 前面也出事了 你慢点开 小心撞到人 腾经这事怎么了 这么不太平 是啊 最近一直都是这样 我爹说 日本人心怀鬼胎 让我离他们远一点 尽量少惹是非 今天啊 要不是有老吴陪着我 我爹都不让我出来接你们 快走救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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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不要命了 你们 开车 追 站住 追 站住 快追 快呀 这 这边 好好好 这边 快 走啊 快 快 我 你是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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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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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是小姐吗 好像是 快去呀 走走走 快去呀 走 我们撤 谋财害命 这事儿让警察处理 关我们城防自民部什么关系 美玉人呢 她的那个朋友接回来了吗 接是接回来了 就是 出了点状况 啊 爸爸 没伤到骨头吧 爸爸担心死了 没伤到骨头就好 爸爸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怎么会呢 爸爸的宝贝女儿 什么事儿都没有 有爸爸在呢 好了不哭不哭 你都多大了还哭 啊 什么事儿都没有 嗯 好了没有找到要找的人 后日真是 好感到冯美露 冯美露的福音茶楼记住了吗 那里最后有人跟你联系 根据巡捕房孙探长的消息 无为方丈的弟子盗取日本人的古玩宝贝 被追上了明光寺 为了躲避追捕 于是杀死方丈 他纵祸灭尸 七师灭祖 大逆不道 天理难容 可是道上的传言 又不太相同 还有什么说法 明光似无为方丈 早些年因为一件宝贝和日本人结怨 日本人上山报复 杀了长老 纵火烧死 可信吗 可信 想控制局面 就要先控制自己的情绪 一时冲动得不偿失 是 若想配得上日本大帝国勇士的称号 不止要喊 还要有谋略 中国有句古话叫匹夫之勇 说的就是你 加腾先生教训的事 属下记住了 惠子 是 刚抓来的那个地下党说什么了 他是有胃儿来 在衣领中藏了毒药 忽然服毒自禁 还没来得及时呢 不过我查过了 他身上什么都没有 估计情报还在那个小子身上 加腾先生 您不让中国的巡捕房帮忙了吗 这些贪官污吏 白花花的银子放在面前 什么都可以出卖 全都没有尊严 我根据惠子的描述 要他们画出那小子的相貌 全程缉拿那个小子 父亲 我们的情报显示 福美路还有一个共产党的交通站 先生 我已经派人将那父亲包围了 就等他自投罗网 惠子 你明天跟小野军一同前往 让那些中国的巡捕大头阵 不到紧要关头 绝不能出手 不许惹事生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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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位先生 醒醒好吗 可怜可怜我 给点吃的吧 好 您醒醒好 二位先生 您醒醒好吗 放个 不好了 日本人已经把这儿都封锁了 我们一定要保护好街头的人 去吧 好 走 看不清黑夜淹没风景 听不清远方隔声空里 雨不停落泥泥 扭去了我的背影 小眼中前行直到甜蜜 不清 数不清多少树叶飘零 湖面镜 映出我黑色眼睛 江岸顶 共享太平 是你对我的定力 烈火烧不尽 我的坚定 你 老在身体的阴 融入雪里 是我的宿命 疼痛才能够 让我 凋夹清醒 血色染红天和地 为你换一片宁静 老眼上的四个字 老眼上的四个字 天下太平 老在身体的眼熟 如雪里 是我的宿命 疼痛才能够让我 更加清醒 血色染红天和地 月色染红天和地 为你换一片宁静 老眼上的四个字 天下太平 老眼上的四个字 天下太平 行李 �로人在这一句 我 metropolitan 地并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